吉安湘公所28日上午在吉安湘立图书馆办理了三月为阅读活动 吸引了20组的家庭报名参加双语共读 透过中文英文说故事以及互动的游戏 期盼大小朋友一起共读 来提升国际语言的同时 也提升乡镇的阅读力 今年吉安湘首场多元阅读推广活动 28日上午在吉安湘立图书馆举行 邀请中原国小英文老师及富尔布莱特美籍助理教师 透过双语解说A Great Mommy Bird 一只伟大的鸟妈妈故事 搭配生动戏剧张力表情 让现场大小朋友聚精会神的聆听 随后也透过互动游戏将单字现学现卖的应用 我们把整个绘本的这样的一个故事 运用了美语的这样的一个说故事的内容 呈现给我们的孩子 不管我们的孩子过去是不是有这样的学习经验 但是愿意在我们吉安湘立图书馆里面 来开启多元文化 属不同语文的这样的一个学习的空间 同时我们为了要让我们的亲子 我们的所有的家长跟孩子们提升借阅力 我们既然相立图书馆也会不定期的来作为一个借阅 奖励的部分 包含了我们借阅之后可以参与插画活动 可以参与我们的这个来图书馆住一晚 甚至有很多多元化的图书馆的活动 我们相信借阅越多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风识的内容的一个推展 就会越多给我们的孩子们 我们希望我们阅读快乐幸福在图书馆里 荣获全国整体阅读力阅升城市第一名的捷安商公所 今年开始启动借阅奖励机制获得良好成效 图书馆长杨惠美表示 发现许多小朋友听闻故事后 主动借阅更多书籍充实自我 进而创造高借阅率 未来捷安商图四月也将推出亲阅读活动 更多讯息可关注捷安商力图书馆脸书粉丝专页 或拨打038-533-793电话恰询 A great mommy bird 接着讲方言诫安商报导